数据显示 北京地区已进入春季花粉期 目前空气中飘散的致命花粉以雨鼠和百科为主 预计两周内将进入高峰期 即花粉浓度超过每千平方毫米300例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人医师王明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前来就诊的花粉症患者逐渐增加 以往已确诊花粉过敏的患者应提前预防 避免花粉高峰期发生严重症状 王明提醒过敏患者及时进行科学防护 尽量减少与花粉的接触 外出佩戴口罩 护目镜 回室内脱去外衣 清洗手 眼鼻等 同时 王明介绍 春季也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时段 花粉过敏与感冒的症状类似 容易发生混淆而延误病情 患者可以从病程临床症状等方面进行判断 一旦发生过敏反应 需尽早识别并就医 从他的病程上讲呢 花粉症一般来说 如果连着两年每年的都是这种春季发作的 这种典型的季节发作的这个特点 我们考虑有可能这个病人就有花粉症 但是感冒的患者呢 他的病程很短 一般来说就一周或者十天的这样的一个病程 那临床症状上 花粉症和感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是他的症状是有区别的 比方说打喷嚏 花粉症的 他的这个症状 打喷嚏呢 喷嚏很多 可以有几个 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 但是感冒患者的 他这个喷嚏呢 一般来说就几个 喷嚏不多 流鼻涕 这个鼻涕也会有差别 花粉症的患者 他的鼻涕像吸水一样 非常清亮 而感冒的患者呢 早期流的鼻涕 可能是比较清亮的这种液体 水样涕 但是到后期呢 可能流出来这种浓性的 非常粘稠的鼻涕 花粉症的患者在发作的时候 他会有鼻子痒 非常的搔痒 病人喜欢揉鼻子 但是感冒的患者 一般鼻痒的症状 不会非常明显 那从伴随症状上呢 花粉症的患者呢 一般不会有全身症抖的症状 就是发热 咽喉疼痛 嗓子疼 而感冒的患者呢 他可以会有低热的症状 会有倦怠 乏力 浑身酸痛等等这些伴随症状 对于患有花粉症的人群 王明建议 在花粉剂结束之后进行脱敏治疗 因为花粉症通过药物治疗 只能控制临床症状 无法根治 当然如果我们的过敏炎非常明确 可以在花粉剂过了以后 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这也是治疗花粉症的唯一的对因治疗 也能改变疾病的进程 选择好合适的脱敏疫苗 这个疗效还是非常可观 非常肯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